說真的,作為一個90後的英俊美女 如果你說你不會煲湯,我相信 你說你起不到山喝早茶,我也是 你說你不懂麻雀怎麼打,我都明白 但是你說你沒看過TVB的廣劇 我不相信 曾幾何時,TVB播熱播劇的時候 試問誰沒試過瞞著家人偷偷地煲劇 又有誰沒試過 因為爸爸媽媽不讓他們看電視 要他們早點睡覺 而搞到他們要趁爸爸媽媽不為意的時候 偷偷地走出來,爭分奪秒的暗中觀察呢?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拼搏? 因為如果你漏看了一集,你第二天就會 跟不上別人的節奏 哎呀,昨晚肥肥被風風飛了,好慘啊 但我覺得肥肥實在做得太過分了 媽媽媽你覺得呢? 什麼? 還會被人嫌棄 什麼?你沒看的? 嗯,那我沒有話跟你聊 甚至乎無緣無故地孤獨一生 芳芳昨晚又一腳踏兩船 果然英俊都是沒本心的 媽媽媽,不如今個禮拜一起來玩吧 你又叫芳芳,我恨死你啊 騎馬過海,拜託你們把劇集內容和現實分一分吧 當然啦,講到TVB,一部優秀的電視劇 又怎會少得那些又厲害又不合理的經典對白和場面呢? 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被人打就一定會紅 你打我?我連你爸爸都沒打過我 那我現在就教你做人 蛤? 其次,無論什麼事,只要吃個麵就一定沒事 哈哈哈哈 你說不餓,要不要煮個麵給你吃啊? 你是想吃雲吞麵還是即食麵啊? 喂,你不吃,我吃的了 嘩 我無法輸啊,我現在很開心啊 最後,當然就是,無論過程有多麼的空險 到最後都一定是大團圓結局的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齊齊整整 你別過來啊,你穿一個演死你妹的 這個時候,我妹身處險境 而我媽媽身患絕症 媽媽已經肺癌了,你們自己好好保重啊 你說,我可以怎麼算啊? 不要緊,我認識個監製 大團結局,全世界Stammer 其實我已經有了你的骨肉了 蛤?那我不殺你了 其實,我是國際知名的肺癌醫生 讓我以後拔馬吧 一家人,最重要是齊齊整整 廣東人有多麼喜歡TVB 我相信不用我說,大家都是明白的 因為真的不知道有些什麼劇 做到可以好像港劇一樣 一打開電視,看到那些演員全部熟口熟臉 用我們最親切的粵語 說一些貼地,而且賺鬼的台詞 那種彷彿陪陪我們一起成長的感覺 我相信,真的只有港劇才能給我們 其實,接下來TVB還會推出 再創世紀,唐心風暴衫 指導行者二,這些經典系列的續集 大家平時做事,這麼忙這麼辛苦 不如趁這個機會 約自己的家人,老友,齊齊整整 吃個飯,煲個劇 給大家一個重回那些年的機會 畢竟,做人最重要是開心 我相信,經常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都會覺得我是一個很有鹹養 並且經常看書的人 但事實是… 沒錯,你們說得沒錯 但除了看書 我平時都喜歡玩一下 我公眾號裡面的那個龍城霸業 是兄弟的,跟我一起玩吧 O!